2022年,张萌和小五,这对中韩情侣结婚,无戏可拍的他们,在婚后转战带货圈,蜜月还没度完,两人就开始了直播带货,只不过,张萌每次带货,都会引发争议,引发争议的点主要是因为,一张萌卖东西套路太深,二张萌的脸让人完全认不出了,张萌和小五婚后,第一次现身直播间,就令网友炸开了锅,倒不是他们有多良心,价格有多低,产品有多好,而是两人的演技太拙劣,套路太深,在直播间里,张萌和小五婚后,第一次现 张萌一边卖货一边卖惨,口口声声称自己,快把酷茶子赔光了,说到动情的时候,他还挤出了几滴,真挚的眼泪,而张萌之所以说自己赔钱,是因为他的老公小五,把原价299一套的护肤品,手务上成了29.91套,卖掉一份就要亏200多,几十万份累加在一起,数以亿计,由于小五的失误,张萌表示自己,一分钟赔了三个亿,有意思的是,哪怕赔钱,张萌还是没有改嫁,而是积极怂恿网友下单,张萌一边卖货,一边卖货,一边卖货 他赔点钱就算了,但他不能让家人们失望,虽等舍己为人,宁愿赔钱,也要倒贴网友的行为,真是令人感动啊,然而,这已经不是张萌,第一次赔钱了,早在2021年踏入直播行业时,他就挽起了,赔钱卖货的套路,2021年10月9日,张萌将一款价格19元的每笔,以亿元的价格卖出去4万只,依然是手务上挫价格,按他的话来说,每单都亏钱,总共亏了他72万,明明声称亏钱, 还在含泪做宣传,让网友多买点,买到就是赚到,那网友买得越多,他不就亏得越多吗,难不成张萌真的成了慈善家了,其实不然,这只是直播卖货的,其中一种套路罢了,现在卖货的剧本层出不穷,演员们把直播间当舞台,只不过是演技太周烈,但这类的剧本,还是有很多人愿意相信,很多人会被套路,被所谓的明星效应,所蒙蔽双眼,当然了,也有比较清醒的网友调侃道,在低价都不买, 别让人家亏本了,退回去吧,对于张萌转战货权,网友们除了感叹,他卖货套路深之外,更多的是为他现在的,面目全非感到惋惜,张萌是被于正捧红的,可惜成也容貌,待也容貌,2009年,张萌得到于正赏识,出演了苍穹之卯中的真妃,开始展露头角, 2010年,张萌再次和于正合作,出演了《美人心急》里的魏子夫,要知道,这部剧中美女如云,可令人意外的是,让观众印象最深刻的,并不是作为主演的林心如,也不是女配杨幂,而是在剧中打酱油的张萌,张萌凭借只有几秒镜头的,魏子夫火出了圈,成功走红,意外走红后,张萌接到了,下加三千金剧组的邀约, 这是张萌的代表作之一,那时候的他灵动清纯,火箭尤莲,该剧播出后,张萌不仅成了,无数宅男的梦中情人,而且迎来了事业巅峰,由于张萌当年,和奶茶妹妹张泽天有几分相似,不少人还把两人拿来比较,不过,巅峰时期的张萌,比起张泽天,踏实有过之而无不及,在最火的那几年,张萌忙得不可开交,每年都有新剧播出,尤其是在2012年,张萌主演了六部大剧,并且在各大卫视热播,凭借在多部剧, 中的精彩表现,张萌风光无限,不仅如此,他双管齐下,尝试进军歌坛,按照这样发展下去,张萌星图不可限量,与四弹双兵齐名不成问题,可惜,在事业巅峰之际,他却犯起了容貌焦虑,跑去整容,加上填补支持插足别人感情,导致自己事业禁毁,2012年,天龙八部播出后,张萌饰演的王宇嫣,引发了不小的争议,当年,出现了很多骂他的舆论,有人觉得,张萌饰演的王宇嫣太丑了,也有人认为他, 根本不是和眼王宇嫣,舆论越演越烈,演变成了比较严重的网爆,受到网爆的张萌,一度自我怀疑,觉得自己是丑女,与此同时,当时和他交往的男友,也说他丑,在双重打击之下,张萌决定为爱整容,从2013年开始,张萌就踏上了整容的道路,只要能让自己变美,张萌都会去尝试,随后几年,张萌在整容的道路上,越走越远,2016年,张萌在爱的阶梯里, 容貌已经大变,为新剧宣传造势时,脸部非常僵硬,让人直呼认不出,没了当年的灵气,一张奇怪又僵硬的脸,让人感觉瞬间苍老了数十岁,那几年,不知是整容过度,还是P图过度,与明星有人合照的时候,张萌顶着一张,高科技网红脸,网友根本认不出,他是明星张萌,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,哪个不知名小网红呢? 面目全非给张萌,带来的后果就是,无人敢找他拍戏,顶着一张僵硬又奇怪的脸,动作表情不敢做,努力做出来也很不自然,先不说演技如何,但是这张整容脸,就让观众看不下去了,随着张萌脸部崩塌,他的资源,也在肉眼可见的减少,就连住他走红的余政,也觉得很气氛和惋惜,恨铁不成钢,在节目上痛批张萌,张萌,你刚出道的时候,在我戏里只演了一个镜头,就火了,为什么?因为你漂亮, 我都要把演习攻略的纯飞,给你演了,可是第二次再见面,我被你高耸露云的鼻子吓死了,我早就劝你不要整容,可惜你不听,看看张萌现在,这张面目全非的脸,在遥想他当年惊鸿一瞥的,魏子夫,简直宛如隔世,或许是意识到整容带来的反噬,张萌后悔不已,后来在节目中张萌向于正表示,他已经把鼻子里的甲体取出来了,活到现在,他做过最后悔的,一个事情就是去整容,葬送了他整个演艺生命,对于张萌迟来的好,我都要把演习攻略的 后悔和醒悟,也有一些网友并不买账,不管是缺乏自信,随波逐流,满足自己的虚荣心,还是为爱整容,都这么大个人了,完全知道可能出现的后果,应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,如果他整容很成功,脸部没有出现后遗症,资源甚至比以前还好,他还会后悔吗?甚至有网友提到了,他的另一个黑料,并调侃称,张萌最后悔的事情,不是当小三,还企图逼死原配吗?怎么现在又变成,最后悔的是整容了? 张萌绝对是娱乐圈第一位,因为插足他人婚姻,差点被原配送进监狱的女星,2015年,张萌在《恋宗如果爱》中,邂逅了范士奇,两人的互动甜到发腻,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,满屏粉红泡泡,可以说情侣之间做的事情,他们是一件都没落下,《如果爱》在当时,可是一档神仙恋宗节目,错合了好几对单身明星,张萌和范士奇这一对,基本是铁板上钉钉的事情,CP粉们也纷纷高举,萌齐齐大齐,可谁也没想到的是, 就在两人的绯闻恋情,喧嚣日上的时候,有一位自称是张萌男友的人,突然跳出来宣布主权,打破了这美好的一切,一个叫李萌的男星,在社交平台发布了,自己与张萌的亲密合照,宣称张萌是他的女人,至此,众人才发现被张萌骗了,原来他明明有男友,还假装单身上恋宗,和范士奇炒CP,CP粉梦碎的同时,也纷纷指责起了张萌, 不该欺骗观众感情,要不是他的正牌男友李萌,宣誓主权,恐怕大家还被萌在鼓里,而更狗血发事情,还在后头,神通广大的网友发现,李萌不仅是张萌的正牌男友,而且他还是女星刘雨昕的丈夫,随后,李萌的妻子刘雨昕,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实锤,自己跟李萌结婚三年了,此言一出,瞬间把张萌盯到了, 小三的耻辱柱上,向来只有新人笑,哪里听到就人哭,李萌自然是向着新欢张萌说话,李萌表示张萌不是小三,自己和刘雨昕早就没感情了,两人的婚姻名存实亡,对偏爱的永远有恃无恐,由李萌撑腰,张萌恃宠而娇,作为小三,张萌不以为耻,反而得寸进尺,张萌竟挑衅起了原配刘雨昕,并发文呵呵,还配上一个翻白眼的照片,刘雨昕的粉丝没有张萌粉丝多,因此遭到了对方水军,以及很多黑粉的攻击, 被人欺负到这个地步,哪怕刘雨昕在爱李萌,在卑微隐忍,也忍无可忍了,刘雨昕直接发文称,张萌买水军骚扰自己,并骂她是法盲,随后,刘雨昕表明了自己的军人身份,称张萌破坏军婚后果很严重,其实张萌又怎么会,不知道这一点呢,她出生于河南郑州,一个军人家庭,父亲是一名军人,张萌自然知道,破坏军婚后果有多严重,只是,她没料到刘雨昕是一个军人,眼看刘雨昕动真格,张萌慌了, 她立马发文道歉认怂,将责任推到了李萌身上,意思就是自己,被李萌欺骗了,请刘雨昕原谅自己,刘雨昕也算宽宏大度,表示自己已经释然,原谅了他们,并大方祝福张萌,以后的路越走越好,耐人寻味的是,就在刘雨昕发文,原谅张萌后不久,张萌来了个迷之操作,她突然删除了之前,求刘雨昕原谅的小作文,把自己摘得一干二净,如此两面三刀,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为,引发了网友不满, 没有追究,这件事也慢慢告一段落了,整容和做三这两件事情,让张萌的口碑一落千丈,一度到了无戏可拍的地步,2019年,张萌跟金圣恩,确认了恋爱关系,两人经常同框秀恩爱,张萌跟小五的恋情,逐渐稳定之时,网友们再次爆出了一个猛料,小五跟女团成员吴又轩,已经领过证了,但因为张萌的插组,导致两人昏变,虽然事后小五站出来 解释称,自己确实和吴又轩有过一段情,不过早已和平分开,言外之意就是,张萌不是小三,但众人并不相信他的说辞,再加上此前张萌,有过一次做三经历,因此他又一次,被定在了做三的耻辱柱上,尽管不明不白不清不楚,但并没有影响两人秀恩爱,小五和张萌,不顾外界质疑和流言蜚语 完成了人生大事,2022年10月20日,张萌与小五,在三亚举办婚礼,可能人缘和口碑,都不太好的缘故,两人结婚时,前来祝贺的明星少得可怜,现在的张萌在演艺圈,已经没了立足之地,不过倒是在直播间,玩得不亦乐乎,靠着各种套路,和浮夸的演技,驰骋带货界,娱乐圈是名利场,也是世今时,可惜如今的张萌,早已面目全非了